大家好 今天来聊一下川普的那条移民限制令 所受到的最新挫折 2月3号华盛顿州的一个联邦法官签发了一道司法命令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缓执行川普的那条 不准那七个国家的人90天内入境美国的总统行政令 第二天星期六 川普政府紧急提出了一个上诉 就是要求恢复这道行政命令 可是星期天上午第九巡回法庭又驳回了政府的要求 但是他要求川普政府和华盛顿州 在星期一下午之前提交更详细的资料 所以这个事情走到这一步 基本上可以说川普的这次挑战体制的努力触交搁浅了 有朋友问这个美国的法官怎么这么大权力啊 他下到命令就把总统的命令推翻了 法官和总统到底谁大 这倒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 而是之前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 针对川普的这条移民禁令啊 已经提起诉讼了 那么法官决定在最终裁决之前 把这个有争议的活动先暂停下来 因为他进入司法程序了嘛 所以就归法官管了 他就有权利可以下这样的命令 因为西方它是一个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的社会 它是这么一个体制在运行 所以法官可以这么做 那这个事情要放在中国 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了 前不久 中国大陆那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说 要对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想亮剑 这个事情必将成为本世纪 最搞笑的笑话之一 一个法院院长居然说 要和司法独立死磕 这就好像一个作家说 他绝对要跟那个版权保护势不两立一样 你说你不赞成西方的司法独立 那也行 那你就搞一个东方的司法独立出来吧 他也没有 我还看到一些网友 也是痛批西方的三权分立 但是呢 他对行使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法官挑战 川普的这个法官鼓掌较好 也丝毫没有违和感 也没有感受到这期间的分裂与矛盾 那这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 好 那回到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说这个总检察长 他所提出这个理由 要求冻结总统的这道行政令 他这个理由 如果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 不是出于维护某个政治信念的话 还真的很难说 他这个理由有多强的说服力 就说他说这个总统行政令 造成了华盛顿州的家庭离散 多少家庭多少企业受到了损失 可是呢 这个行政令 它的有效期 也就是限制这七个国家的人 三个月嘛 不能入境 真的有特殊情况的 还可以个案审查 为什么这三个月就导致了家庭离散 好像出现这么大的悲剧呢 难道受到影响的家庭 都有绝症患者在家吗 挨不过三个月吗 所以从这个实际操作出发呀 仔细想想还真的很难说 他所提出这个理由有多么的强 所以我想只能从一种维护政治原则的角度出发 就是说你轻微的触动这个原则 那也是个原则问题 是不是就算干犯天条了 用咱们中国人话来讲 叫做此力不可开 此风不可长 好吧 那现在川普政府的上诉也受挫了 那么他还有什么选项呢 今后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呢 咱们还是先来讲个故事 中国就是汉高帝刘邦晚年的时候 他曾经想改立太子 废掉他和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 就是后来的惠帝 改立他和弃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 那这个事情就让吕后感到很焦虑 有人就给吕后出主意 说张良啊阻止多谋 是吧 你去找张良 他肯定能给你出好主意 然后吕后就向来张良问济 张良就说 原来是打天下的时候 皇帝用得着我的主意 让我出谋划策 可是现在天下已定 他怎么还会听我的呢 而且谁当太子 这是你们皇室骨肉间的家室 别人说话呀 都不太差的上话 但是吕后呢 还是坚持让张良给他出个主意 张良就告诉他说 此男口舌争也 就这事啊 你不要去争 像刘邦这种人 是开国皇帝 刀山血海过来的 他的性格非常刚硬 你如果跟他强争 把他激怒了 真的是于事无补 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张良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 说当年 高帝 皇帝呢想请四个闲人出山辅佐他 但这四个人呢就嫌刘邦 这个人傲慢无礼 所以就躲着他 不想接受他的邀请 就跑到山里面藏匿起来 这四个人年事已高 头发都白了 被称之为商山四号 号就是一个白字旁一个告诉的告 就是四个人都是白头发 那么皇帝请不来这四个人 你呢 如果能把这四个人请出来辅佐太子 让他们实时陪伴太子 皇帝看见以后肯定要问 一旦问起来的话 就能发挥大作用 吕后果然就一计行事 听从张良的安排 然后让人拿着太子的书信 用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 请这四个人出山 这四个人就还真出来了 后来刘邦平灭了穷部的叛乱回来 在宴会上就看到太子身后站着四个人 都是八十岁以上的年纪 须发皆白 但是衣冠甚美 都是特别有范儿 就觉得很奇怪 问是谁 得知就是商山四号 刘邦霸惊啊 就问这四个人 当初我请了你们几个 几年的时间 你们都不愿意出来 跑到山里躲着我 今天怎么跟我儿子混了呢 这四个人就说 说陛下你是傲慢无礼 对待特别是对待世人 对待读书人 轻慢无礼 而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节操的 我们义不受辱啊 所以我们跑到山里躲起来 不愿意见你 但是听说太子仁孝 对世人对读书人呢 特别恭敬有礼 所以我们就出来效劳了 然后刘邦就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那最后说了那么一句 那就请几位尽心辅佐太子吧 宴会散了以后 刘邦目送着几个人远去的身影 就跟身边的契夫人说 说我本来想立你的儿子当太子 但是现在太子把这四个人都请出来了 他语意已成啊 就是根基深厚 我已经动不了他了 两个人就特别伤感 刘邦就跟契夫人说 那你来跳一段楚国的舞蹈 我来给你做一首楚歌 是吧 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吧 然后就契夫人跳舞 刘邦就即兴做了一首歌 歌词是 红湖高飞一举千里 雨河已成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 虽有增脚上安所施 意思就是说 大鹏的雨意已经丰满 一飞冲天一飞千里 谁也挡不住他 这时候你就算有射鸟的弓箭和那种绳子 你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然后这歌唱了 连唱了几遍 然后契夫人泪流满面 最后刘邦还是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从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道家的智慧 因为张良是个道家人物嘛 你要儒家的话 碰到这种事情 那肯定是据理力争 死见 就跟皇帝死磕 你就是不能够改立太子 搬出礼法 搬出各种各样历史故事 费掌利诱怎么怎么样 就跟皇帝肯定是当面死磕 那么要是放到西方呢 那可能就是法庭上见 是不是 或者我找人来裁决 你看道家他不这样 他不让你去争 而是营造一种氛围 让皇帝在这种氛围当中啊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改变初衷 你像这四个人 皇帝自己都请不来 现在太子就请来了 这说明太子已经身得人心 天下归心 他根基已经深厚了 这个时候你再要去把它废掉 那可能整个王朝的根基都会动摇 那这种成本太大 刘邦就不会做了 张良是个修炼之人 史记中说 他最后是从赤松子游嘛 就是跟赤松子修仙成道去 是吧 他不会劝你去争 但是他会去帮你营造一个气场 这个气场无形的东西 却非常有力 所以老子说 以渠不争 故天下莫能语之争呢 那所以讲完这个故事 跟现在的联系是什么呢 其实根据这个 拉斯木森公司的民调显示啊 有57%的选民 是支持川普的移民禁令的 那另一份民调显示呢 大概是48%的支持 42%的反对 尽管数字有出入 但是支持移民禁令的人 看起来还是比反对的人多的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在这一波冲突当中 支持川普的人 并没有大规模的出来发声 这就说明政治正确 所带来的无形压力 还是普遍存在的 支持川普的人 并不敢太公开的 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觉得很有压力 也就是说 要做这种 会引起更激烈争议的事情 确实需要更强大的气场来支持 用刚才那个故事文化来说 就是语意不丰 不可以高飞 在1月20号 川普就任的那天 我录了一段视频里面就提到 川普刚就任的时候 应该尽量避免这种 陷入持久争执的事情 而现在这个移民禁令 就陷入了这个局面 从川普的角度来说 他更应该从内政当中汲取支持 在短时间内扩大就业 让他这个支持者的基础 更加夯实 让他的支持者的声音 能不断的发出来 有这样的环境 让他的支持者 能不断的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成为常态 当更激烈的 这种争执的事情出现之后 他的支持者虽然感到也有些压力 但是他只要往前迈一步 胆子再大一点 他就能做到 相对起来也就容易 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说他的支持者即使有意发声 但是相当于要从零一步 跨越到一个突破高度禁忌的话题里面去 感到压力太大 从而就有所犹豫了 除此之外 川普也确实需要有一些知名度比较高 影响力比较大的人来给他背书 来给他站台 就像故事里讲的那个商山四号一样 这些人如果能够站出来 就能带动更多的人站出来 能带动更多的人站出来 就能制造更强大的气场 也就是说 川普仅仅依赖于草根 还是远远不够的 就像刘邦的歌词里面所说的 与隔已成才能横绝四海 所谓的检察官法官 他们在这种有高度价值观取向的诉讼里面 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民意左右的 民意风向的改变 也绝对能够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是规则明确 都是依法办事 对吧 这个当然是它的优越性 它不像在中国 因为在中国一直它不会像西方这样条条框框的 那么明显 在中国经常要通过一些迂回的渠道 才能达到目的 法律上也规定总统在移民事务上 是享有完全的权利 可是实际情况大家看到了 并不像条文里面规定的那么简单 那么中国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像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它也有可取之处 东西方思维的方式不一样 你看它处理冲突的方式也不一样 在古代西方 你看战争艺术 它是一个非常晚才出现的东西 在开始的时候 两军对垒 那它那个战术很简单 就是双方排成整齐的方针 然后明刀明枪 一刀一枪的厮杀 它连地形因素都很少考虑 像两地迂回这种战术 是在罗马时代汉尼拔交汇给罗马人的 而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孙子兵法这样的黄黄军事巨著 讲兵里乍力 以力动 以分合为变 故奇迹如风 奇虚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霆 你看它用一种非常艺术化的语言 来总结战争里面的规律 它这里面不仅包括丰富的战术思想 而且也还有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内容 日本在战国时期有个军阀叫武田信玄 它的军旗上就是这四个字 风临火山 就是那四句话 奇迹如风 奇虚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川普的女儿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川普的小外孙女儿也在学中文 也许他们能够吸收一点中国文化这方面的智慧 最后得说一句 虽然这道移民限制令 遇到挫折 但是美国的移民改革势在必行 一个比较保守的移民政策 对美国人来讲是长远之福